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娘子 这是你做的方案 是啊老板 有什么问题吗 李总让你设计的猫房 猫房 你看看你设计的什么东西 我设计的是猫房 没错呀 你可真是气死我了 十二生肖里的猫 猫 猫房 老板 十二生肖中没有猫 娘子啊 你就把老板气糊涂了 你一天天真是干啥啥不行 你来公司是来享受的 还是来上班的 还泡个茶 好烫啊 哎呀叫什么叫 多少钱我赔你 二点八 转你了 五块 不用找了 老板是二点八亿 你疯了吧 你当我是傻的 这个小破碑 二点八亿 这是成化斗采集钢碑 我爸在卖场拍回来的 全世界只有一个 你赔吧 记得关注我哟 杨主婵你尝尝这个水煮鱼呀 超好吃的 我口腔脆扬不能吃辣 我还是吃些青菜吧 那你可就没有口福了 真的很好吃 他家水煮鱼这么好吃 怎么店里冷冷清清的 一点生意都没有啊 可能和位置有关系吧 哎 杨子 刚才买单花了多少钱啊 花了四百五 哎 我衣服忘拿了 你们等我一下啊 好 把你的爽油放下 你会不会收拾桌子啊 这水煮鱼上面还有这么多油 这还能用 可是这都是吃剩的了 以后给我记住啊 这油都给我盛出来 原来是家黑店 你怎么偷听别人讲话 你知不知道人在过天在看 怪不得生意这么冷清 原来老板的心是黑色的 黑的又怎样 关你屁事啊 你最好给我老老实实的 张庄没有看到 不然我要你好看 是吗 可是不止我一个人看到 你 求求你删掉好不好 删掉怎么可能 做错事你就要付出代价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杨子 明天我去外地出差一趟 你提前帮我订好酒店 好的老板 老板 怎么能杨子订 他应该想罢了都什么了 到时候给你订个小女馆 你不知道吗 最近公司经济很紧张 老板让杨子订 肯定也是想省钱 确实就他那个眼睛 估计老板这一趟出差 能比之前省不少钱 杨子你怎么回事 我就出个差 你给我租个法拉利 这就算了 你给我订个酒店 一碗十万的中逢套房 你咋想的 老板 我不是想让您出差的时候 舒服点吗 而且我还给您省了不少钱呢 你管这叫省钱 我出这趟差也就能挣个几万块 你这个花销都比我的利润还高 老板 你放心吧 这酒店是我家开的 而且车都是我自己家的 我都给您免单了 属于是房白住车白开的 老板 那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等等 我出差这几天啊 好久没去楼下那个烤牙店了 你帮我去买一下呗 好的老板 老板 买回来了 我不是让你给我买烤牙店吗 你给我拿个合同干嘛 对啊 您不是让我买烤牙店吗 我给您买下来了 我只是让你买一只烤牙 没让你买烤牙店 哦 没事老板 那就算了 这家店也就二百万 我一个星期的零花钱而已 嗯 以后你要是想吃烤牙 我给你免单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一会儿跟部门经理开个会 杨子 你留下做会议机啊 老板 我又不是经理 我开什么会 你来公司那么久 业绩一直很突出 本来就打算把你升职为经理的 开会一起来吧 怎么升杨子当部门经理啊 就是啊 老板 你怎么想的呀 他每天都拉里拉他的 让他当经理 不是影响公司形象吗 行了 你们两个 你们的工作表现 我都看在眼里 人家杨子的业绩啊 都是有目共补的 升职为部门经理 实至名归 杨子你怎么了 我把你升职为部门经理 你还不乐意了 这机会多难得啊 不过确实 每天部门经理下班都要开会 今天就是你第一次跟着开会 以后开会还多着呢 老板 我对部门经理不感兴趣 你还是交给别人吧 杨子 现在升职难得很 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 而且升职以后还有奖金呢 老板 我不稀罕那点奖金 不稀罕 那行 这个月奖金我也给你扣 喂 小陈啊 这个月开始咱们房租上涨百分之二十吧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哎 新来的 请楼下给我买杯咖啡 提提声 哦 记得我要喝冷脆咖啡 不过喝油脂冷脆 好的 哎杨子 给我也带一杯夜奶咖啡 给我多放点冰块 你们这是要挑战花式咖啡的神仙喝法啊 我说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人家杨子来公司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伺候你们的 你们下次可不能这样啊 杨子 给我也来一杯 我要荔枝冷脆 多加点荔枝 多加点冰 哦 你们的咖啡回来了 杨子 累坏了吧 没事老板 我不累 那你要不累的话 你再去下楼买一杯咖啡 等一下李总来了 咱们都有就他没有 不好 哦 给老板 这么快就回来了 哦 这次我开法拉利去的 所以比较快 上次开的那个宾利啊 实在是太慢了 哦 啊 杨子 你买的这个咖啡 比我平时买的好喝多了 买咖啡一共花了多少钱 我请客 还可以算了吧老板 你们喝的都是我用世界上最贵的巷屎咖啡做的 冰块用的是 格拉西 拉西埃斯公司制制的冰块 刚给你加的那几块 都赶上你一个月的工资了 立志用的是 征程挂虑立志 要是你请客的话 我看你还得卖房 你那点钱 还是留着给你自己换辆小汽车吧 堂堂一个老板 天天骑电动车上班 多丢人啊 记得关注我哟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杨子你怎么回事啊 你今天必须得跟我说清楚 就是啊杨子 你怎么还偷人家矿城水瓶啊 我没有 你们工作时间在这拉拉扯扯争吵 好吗的呀 老板 杨子又把我刚买的矿城水当废品卖了 这几天都是这样 不是一次两次了 所以我才很生气 小王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你放在地上是不要的 所以我就拿走收集起来 卖废品补贴家用了 杨子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没钱也不要直接拿别人没有喝过的矿城水当废品卖呀 行了行了 大家都理解一下 人家杨子家从农村过来确实没什么钱 不过杨子 你以后不要这样干了 对不起啊老板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辞退我 放心吧杨子 不会的 小王 以后你把你的东西收好 不然很容易造成误会的 人家可能真的以为你不要了才放到地上的 谢谢老板 老板 谢谢你昨天替我解围 我回家跟我爸妈讲了 我爸妈特意让我带了东西给你 表示一下感谢 别那么客气 关心你们是应该的 老板 这是我爸妈的一点心意 这算什么好东西 就给老板两个核桃 小张 你就少说两句吧 人家杨子也是好心 让我们尝尝它的土特产 老板 这个不是拿来吃的核桃 这个是拿来盘的 别逗了杨子 这盘的核桃 不能是普通的山核桃 那都是有讲究的 老板 这个是狮子头核桃 这一对能换一辆车了 开什么玩笑 我都没听说过 记得关注我哟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你好 我找一下杨子 你好 请问你是 我是他男朋友 不用叫我了 你回去吧 我家里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我们分手吧 你们看到了吗 早上来找杨子的帅哥好有钱啊 开的都是卖巴赫 条件这么好 杨子为什么要拒绝人家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杨子他是农村的 他肯定是觉得配不上人家呗 也是啊 门不当户不对的 以后去了婆家肯定不好过 还是不要高看的好 老板 你找我什么事啊 杨子 我相信最近办公室的流言蜚语 你都听到了 老板我 大家说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想法 现在都21世纪了 哪有什么门当户对 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虽然你是出生在农村 但是你也很优秀 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 现在又有这么好的工作 你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 相信自己 老板 我当然知道我很优秀啊 只是我父母觉得他是城里的 什么都没有 我们家虽然在农村 但是每年我们村里 给我们家的分红就有上千万 我父母平常在村里打打麻将 打发打发时间 躺着就能赚钱 当年我妈就是从我们隔壁村 嫁过来的 现在我妈回娘家走动也方便 分这么多红啊 你家是哪里的 我家在广州列德村啊 那你妈妈是 我妈是隔壁险村的 记得关注我哟